原来说我知道你们一定也承受很大的压力 在因为你们必须面对星光一般的 这么成功的一个成绩 所以其实你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大家都会用放大镜来看你们 可是你们可以在这个时候 用你们比较细心的一面 去想这些歌的感动在哪里 尽量让我们有被感动的感觉 因为歌一旦陌生 我们一定会有一点点距离 就会用一种新的听新歌的感觉 的确会有这个问题 小白老师的意思是 比如说你选蔡简卡的路口 不如选你的温度 你的温度更冷 没有什么人知道 你的温度是谁写的 是我写的 对对对 其实像参雅的呼吸也好 还有纪念 甚至于陌生人 无底洞 这些都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作品 那个感动度一定会被放大 但是这当场有一个人感动到哭了 有没有注意到呢 台上的曾沛此请出列 要在怀疑自己要不要出列 听说这首歌好像对你来说很重要 可以讲吗 还是我要先请爸妈出去上个厕所 就是 这是 陪伴我度过失恋 就是情商的歌 所以我刚才算到底是 这是几年的时候他失恋 你知道吗 这到底是几年前 不能说 爸爸妈妈 去年的专辑啊 参雅 是不是 不是那个是 可是是失恋之后 听到这首歌觉得 哇 就是 是我的心情 这样子 所以你刚听Annie唱你自己还满有感触的是不是 你眼睛现在亮亮丝丝的 是散粉 不是累 OK OK 这段恋爱没有跟爸妈说 有跟妈妈提一点点 有妈妈妈 妈脸有一直在变 就是那个学长 待会就在化妆间会看到 跟哪个学长 这也很强 妈妈知道是不是 跟那个学长知道 爸爸不知道 爸爸不知道 我不想让那个知道的人知道 我在电视上有讲 你不想让他这么开心 说曾佩慈在想我这样 但现在不想了吗 不想完全好了 完全很好 OK OK 没有没有 他没有爱你 我不爱你 OK 接下来你就要唱 这个夜空这首歌嘛 对不对 Wonderbox 好 马上不会扰乱到你心情吧 不会 好 下一首就要带来 艾维儿这首歌叫 Complicated 掌声欢迎我们的Oni 上来较长演唱 抒情歌曲的林依荣 这次将挑战重节奏的快歌 为了更丰富自己的演出 依荣也设计了 许多不同的动作 究竟她会带来 什么样的活活演出呢 第一次选的挑战歌曲是以往没有唱过的曲风 我选的是Aphrah Levine的Complicated 这首还蛮有名的英文歌 那虽然我常常唱慢歌 可是并不代表我不听这些比较rock 或者是比较不适我的tone的音乐 因为它是重节奏的 所以之前小胖老师有这样说 如果你觉得那个tempo你自己抓不到的话 你可以出拳 所以这首可以出拳来帮助你 有那个group Ariel的歌它就是比较叛逆啊 或者是生气的那个口气跟感觉 也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这都要练习 因为我可能比较没有这样子的type 所以我特地选了这一首 来挑战这样子 《XXX》 Jet out, what you yell for Lay it back, it's all been done before And if you could only level free You will see I like you the way you are When we're driving in the car And you're talking to me one-on-one But you've become somebody else When everyone knows You're watching your back Like you can't relax You're trying to be cool And look like you're a fool to me Tell me Why you have to go and make things so complicated I see the way you're acting like somebody else Gets me frustrated A life's like this too You fall and you're cruel And you're brave And you take what you get And you're turning into All I see And promise me I'm never gonna find a thing yet No, no, no You come over on a mouse Just up like you're something else Where you are and where it is And you see You're making me laugh out When you strike a pose Take off all your cracking nose You know you're not fooling anyone And you've become somebody else When everyone knows You're watching your back Like you can't relax You're trying to be cool And look like you're a fool to me Tell me Tell me Why you have to go and make things so complicated I see the way you're acting like somebody else Gets me frustrated A life's like this too You fall and you're cruel And you're brave And you take what you get And you're turning into All I see I'm promising I'm never gonna find a thing yet No, no, no 謝謝 林怡蓉的演唱 有請這個小玲老師跟張宇老師聊得很開心這樣 對啊因為我覺得看到他這一首啊 就很開心啊 雖然就是不常做 所以感覺起來有點青澀啦 就是那些動作 對 對 可是呢你知道就會覺得他很努力在突破 嗯 他的肢體也好 然後我要講的一點是 我更加發現 中文對你來講是難的 就是說 中文跟英文 你在英文當中 你比較能夠去找到各種不同的發聲方法 可是在中文的時候 你會顯得聲音 尤其是在剛剛副歌的部分 其實爆發力 比較弱 而且會被那個樂器的聲音掩蓋掉那個聲音 心中入不住的路口 一個人瞬間淹沒在眼睛中 寂寞的路口 一個人你轉眼走進了鬼漩落 那音色在唱中文的時候變化度不大 嗯 可是你唱英文的 你聲音可以是這麼的實的 這麼的有力的 所以你要去想這個兩個語言對你的唱歌的一些關聯 我今天是第一次來看愛妮的表演的話 我聽她唱艾瓦爾這個歌 我很難想像她唱Norah Jones的樣子 我不曉得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就是說 如果討論的時候大家忘記你原來的強項是唱像Norah Jones這樣子的歌的時候 他們討論在你表演這個艾瓦爾這個歌的時候呢 會覺得說她有點青澀 但是她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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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那個點已經不是她完全不適合唱這樣子的歌 這個歌她唱起來一點味道一點感覺都沒有 那就代表你挑戰這個事情你突破至少你已經進了那個門檻了 然後你已經算是突破成功了 因為它可以讓人家忘記你之前唱歌的形式跟形態 這個也就是為什麼我一直很肯定你的努力 跟你在這個上面的投入 因為你每一次的表現都看得出你很用心 那這個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要做演繹工作人員的一個態度 就是說你不斷地在跟自己挑戰 如果你已經能夠做到成功這一步 我覺得這個突破在我的心裡來講它算是成功的 怡庸其實是我覺得裡面的人最難評判的一個人 為什麼 因為她的聲音其實非常有辨識度 然後所有的歌曲到她身上都會好像換成是她唱得出來的感覺 就是會把原來唱的人的那種印象會很容易就洗掉 所以艾薇爾如果聽到你今天這樣唱她的歌 她應該會滿shocked的這樣子 這是優點 但是她也顯現出你的缺點就是我們一直在講的 就是說你的中氣是不足的 所以你在唱這首歌的時候會有捉襟見肘的感覺 你的聲音是非常的 已經壓得非常扁非常細 然後但是 但是又不能否認說你今天的 確實做了一個很大的突破 我剛剛在倫敦學了一個Voice的名稱叫做Smokey Voice 你可以考慮一下 你真的很愛線耶 這個不錯嘛 每次好啦 我自己翻成中文是騷瞎啦 就是有一點點沙啞 可是桃子的那個翻譯也不錯 你剛才說這個 煙嗓子 你要不要考慮一下 因為這的確是你的辨識度 你在唱剛剛這個蔡靖雅兒的歌曲的時候 你就有一點點這種騷瞎 這個東西它可以慢慢變成你自己的一個 一個特征 一個記號 就像剛剛張宇有提到說 其實你到了高音的時候聲音是薄弱 其實我在之前也提醒你沒有厚度 沒有厚度你的缺點就全部都被放大了 剛剛前面主歌唱了90分 結果到了副歌變58分 那個感覺其實是很不平均的 這個部分你一定要再強化一下 我們先來看看阿妮的分數 請這個評審按燈 林依蓉的表現 可以得到幾分夠不夠突破呢 15 18分 謝謝老師